西旭福斯和滚石 西旭福斯是埃俄罗斯的儿子 他是城市间最阴险狡诈的人 他是位于两国之间的狭窄地带里的 优美的克林斯城的建造者和国王 在宙斯拐走河神阿索波斯的女儿 美丽的神女埃鬼纳以后 西旭福斯为了自己的利益 向埃鬼纳的父亲阿索波斯 透露了宙斯藏匿他女儿的地方 阿索波斯果真在克林斯遇上 从峻崖中为西旭福斯打了一眼 著名的波林纳警以示报答 宙斯决议惩罚这个泄密者 便派死神塔纳托斯到他那里去 但西旭福斯巧妙地抓住死神 给他戴上了沉重的镣铐 结果人世间就没有人死亡了 直到强大的战神阿瑞斯解放了死神 死神才把西旭福斯带到冥府去 然而西旭福斯过去曾盯住妻子 他死后不要杀身给他举行祭奠 冥王哈德斯和冥后破尔赛弗涅 以为是他妻子破坏习俗 大为愤怒 经过西旭福斯的劝说 冥王才准许他回到人间 去督促他那迟迟不举行祭奠的妻子 西旭福斯就这样从冥府溜掉了 他压根就没想到要回冥府 在人间他一味地寻欢作乐 但当他正坐在丰盛的宴席上 打出他怎样成功地欺骗了冥王时 塔纳托斯突然出现 毫不留情地把他抓到了冥府 在地狱 他受到的惩罚是手脚并用 士族气力 从平地往高山推滚一块沉重的大理石 但每当他以为已经把他滚到了山顶时 这重物便翻转过来 于是这块阴险的巨石就又滚到山下去 这个备受折磨的罪犯 一而再再而三 永不停歇地往上滚这块巨石 大汗不住地从他肢体上流下来 直到今天 人们还根据这个传说 把艰难而无效的工作 叫做西旭福斯的工作 宣传呢 感谢观看